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3月14日礼拜一 早上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大陆的疫情又再次大爆发了 所谓九首必失 虽然毛主席说过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只不过要与病毒斗的话 似乎还差点力水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在昨天发出通知 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期间巴士地铁会停运 全市的社区小区采取封闭式管理 非必要企业停止营业 或者会实施居家工作 这些所谓的封闭式防疫措施 就等同于封城一样 这个消息一出 大批的民众就赶紧前往超市和赛市场 抢购粮食和日用品 而在网络上 有大批的深圳网民就发烂烂 对特区政府防控不力 口诛不罚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昨晚我们做了一次直播节目 相关的重温内容 已经是放了上 Youtube会员频道 和Patreon频道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就希望可以支持一下 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先来收看节目的重温 其实我们昨晚也讨论了很多议题 包括老人院长者所面对的困难 讨论过一些关于安乐死的议题等等 亦有对一些盲目和恐惧友 作出了非常大力的变摊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听的话 就希望可以加入成为会员 在此先要多谢大家的支持 讲回今次的主题 就是深圳市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在昨天发布了通稿 为了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 将会采取多项的防控疫情措施 有关措施会在3月14日 即是今天 至到3月20日期间实行 暂时一共有7天 后续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作出动态调整 有什么措施呢? 有五大类的 第一就是进行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第二 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家居办公 第三 非城市保障型的企业停止运营 或者是实施家居办公 第四 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动和活动 第五 保障市民家居生活供应 简而言之 其实就等同于是实施封城而已 这一宗消息一出 深圳市的民众 就赶紧走去超市和街市 抢购食品和日用品了 不少的货架都已经被一掃而空 排队埋单的队列更加延绵不绝 有网民就形容 核酸检测就没有人去排队 全部走去超市埋单 从网络的图片和影片所见 超市上的蔬果、肉类、急冻食品 是被抢购一空的 这些情况当然是相当夸张 因为来到2022年3月的时候 全世界范围里面 还有一些大型的城市 是会实施封城措施的 这个其实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就相当之匪夷所思 当然有部分的蓝丝 我看到在网络上非常赞叹 就说深圳市政府 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 来实施疫情防控 但我就想反问这些人 如果一个城市 动摘来说都要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 请问要封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永久与世隔绝 这是他们需要回应的议题 除非他们说 这样是最好的 动不动就封城 这样就为之保障到人民的生命 和健康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乐于接受这一套 没办法 这是他们自己的思维模式 我对于这些措施一向都不认同 第一 这些所谓的疫情防控措施 除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否保障官员 头顶上面那顶的污沙 这一件事我真是很质疑 因为大家看到 吉林市长 因为500宗的个案 都已经要下台 被免职了 所以大陆的官员在作出决策的时候 不多不少都会将这个因素 放在里面考虑 如果没有就骗人而已 第二 就是动不动地来到去搞封城 各行各业要停止运营的时候 对于整个社会的代价是非常之大 不单止是说经济上的代价 就算对于民众的精神健康的代价 也是很大的 混得久 有些人是会缩缩的 香港已经出现不少了 在车厂里面 又做检测 又吐口水 一会儿 那些中年人士 走去挑衅那些年轻人 说人家的口罩戴得不好 又有 人家咳嗽就走过去挑衅人家 又有 总之很多人变成傻傻的 经过了两年半以来 这些这么严谨的 或者是严苛的 所谓的防疫抗疫措施之后 第三 对于那些外资企业来说 这样的营商环境 肯定就会打击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早前大陆就很流行搞什么拉集限电 因为能源不足 那时候已经使得 有部分的外资企业 他们就将自己的生产线 转移到东南亚的国家 好了 现在又搞这些封城的措施 如果再这样动不动封一次的时候 只会打击了那些人的信心 有些人是会走的 有些企业是会走的 因为他都不知道 你三不五时又走去封城的时候 那他怎样投入生产 动不动又说要全员树酸检测的时候 所以这些措施 肯定就是会整个社会负上代价 所以对于那些蓝丝 在这里来赞叹大陆政府的效率高 我就想跟他们说 好在香港 还有的那么多剩余的两制差异 政治上也没得搞了 但起码在防控措施上 这个林郑政府还可以有些操作的空间 不用说什么都全部跟着大陆 有些跟有些不跟 起码他还有一些多小的空间 叫做不要动不动 又在那里搞封城 搞这个禁足 这棵东西是不要搞的 一搞打击投资信心 破坏营商环境 令到很多外籍人士走路 至于大陆的个案数字的多寡 或者是真实性 反而我就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无论他是有一宗也好 或者是一万宗也好 我都不赞同封城这些措施 因为全世界都借着 Omicron变种病毒这一波的疫情 来到去实施退场机制的时候 不可能再走回头 现在已经是2022年3月 不是2020年3月 如果你说两年前的话 你动不动封城 我认为都还可以接受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爆发的初期 现在已经是水尾了 还搞回头的时候 想折腾多久呢? 当然了 这宗消息对于前排 有一群蓝丝经深圳湾口岸 进入大陆所谓避疫那群人 就叫做拿虎离身了 因为他们以为大陆很安全 谁不知一个屈尾十 那些病毒是会懂得走来走去的 当然了 是不是说从香港走进去大陆呢? 我看就未必了 因为大陆自己本身都是霸佬七彩 不能够这么武断地说 这种Omicron变种病毒 是从香港进入了大陆的 因为大陆自己本身都有本土的爆发 我们又看看 究竟大陆的民众 尤其是深圳的网民 在微博上怎样说 不少人就要求 对于香港是实施这个封关的 就要封闭了香港的陆路口岸 这些这样的建议或者留言 在大陆的微博上是得到不少的赞好 当然在传到香港的社交平台 和讨论区上 也有很多香港的网民赞好 所以其实对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通关 有不少的香港人就觉得没什么所谓 就不是林郑口中所说市民很渴求 因为有些人实在受不了 不想自由行旅客太快回香港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另一些留言 不少的大陆网民 就不停批评香港的市民 又走到海滩游换 又说经常走出街那处吃饭 诸如此类 就认为 究竟香港是不是要让内地全部瘫痪呢? 是不是要让内地人大量失业呢? 有人说本来就很不喜欢香港人 现在就更加烦 一天就去街去到黑 他说虽然他都可以一个月呆在家里不出门 但是现在没了糖吃就真的很难受了 有人又说隔离香港的人 还有没有良心呢? 深圳市地铁公交全面停运 但是香港的人还不带口罩出去游换 真是牛逼 说这些东西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出街都要被迫戴口罩 基于法例要求的规定 没有什么人说不戴口罩 反而你说有没有人去那些山野 或者是西贡游换呢? 事实上是有的 我自己认为人类就应该是香港自由 这个是没办法的 我也都不会在现在这一刻去批评 香港人出街游换的 因为大家实在的情绪压抑都是太过辛苦了 两年半以来的折騰 已经是不能去外国来去旅行的了 还说在本地游都不行 还批评人出街的 这些是什么人来的 我经常运用一个比喻 就是有些小鱢运在笼里面太久的时候 他就习惯了笼在笼里面的生活 他就反而觉得那些小鱢在外面自由自在地飞 就是一种病来的 现在这些网民其实就是一样的 你自己习惯了喜欢这种模式 生活方式 是不代表香港人都要跟你一起傻的 对吧? 為何不初意出街遊玩 為何要經常屈在街屋裏 根據特區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所說 就算屈在街屋裏一樣有感染風險 有垂直傳播、橫向傳播 香港街市一天幾萬宗的確診個案 還未屆自行申報的 只是做核酸的也幾萬宗 那你想怎樣呢? 在家一樣有機會中招 為何不可以出街?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不會罵人出街 反而我會批評人家出街的人 是傻的 你自己有自己的自由是不出街 但是你不應該批評人家 規管人家、干預人家出街 剛剛才 一天在家裡就好嗎? 傻傻的 這些網民對於有公權力的人 就不敢批評 反過來就批評一些 完全沒有公權力的香港市民 到底是誰令到深圳市各行各業停運呢? 深圳市政府不是香港人 你也不應該責怪病毒 從香港帶入深圳 因為本身大陸自身也是有爆發 你怎麼能夠這麼武斷 從香港傳過去呢? 這些是說不通的 再者 大陸自身的條件不足 才要動哲封城 大陸自己其實都很想來作出微調 是想實行這個所謂中國式共存 內閣的就是有兩大條件限制 第一 就是大陸現在的人所打的疫苗 大部分都是國產的 很少打外國製造的疫苗 到底國產疫苗的效能有多高呢? 外國的大學曾經有研究報告指出 科興對付Omicron變種病毒的效力是很低的 大陸自己心知肚明 究竟有多厲害 第二 外國的藥廠 比如說輝瑞 已經研發出口服藥物 對付新冠病毒 當然大陸自己也說有些忠誠藥可以對付 包括蓮花清溫膠 一會兒又說不知其他都種成藥 問題就是如果蓮花清溫膠都能搞定的時候 每個市民派一陣子就能搞定 又不行 為什麼呢? 其實大陸自己的心知 這件事可不可以 第三 就是大陸過去兩年以來 雖然長期保持著清零的紀錄 我先當是 我也覺得不需要質疑是否真的清零 反正他說是就是 那不要緊 他說是的時候 在過去兩年裡面 全世界爆了七彩 大陸是清零的 那你體現到制度優勢的同時 有沒有調撥更多的資源 在醫療系統上 來預防一旦出現的大爆發呢? 很明顯大陸自己也知道 醫療條件是不足的 尤其在農村 根本上醫療系統是留過留定堅 那你如何實現到所謂的共存呢? 一旦大爆發的時候 就會死亡人多 因為他根本上 沒有醫療資源來應對 個個都物敬天責的時候 大陸自己也不想出現這些情況 所以就是有這些條件限制在這裡 才搞不到共存 才要動輒 又全然是算檢測 又封城 如果是搞得定的話 怕什麼呢? 因為大陸自身也是宣傳過 他們動態清零就是展示這個制度優勢 萬一爆出七彩的時候 也會將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神話 變成了幻滅 所以不能下台 我相信大陸自己也很想作出微調 因為這樣搞法的時候 對於經濟的摧殘是很嚴重的 這個大家都會理解到 所以那些大陸網民 就不要在這裡賴香港 又說香港讓內地全部瘫痪 香港就讓內地人失業 不是香港令到他失業的 不是香港令到大陸瘫痪的 是自身的條件不足 你賴人也沒用的 是不是? 我看到不少那些小粉紅又加把嘴 我覺得很無謂 我看到有些藍絲 和藍絲KOL說 深圳市近1300萬的人口 都可以說就做 這是真正的全民檢測 而不是HSA那隻 即是傳出來的全民檢測 香港就應該要借鏡 我對於這些事 是不敢苟同 香港就應該走出一條 有自己特色的防疫抗疫道路 不用什麼都跟大陸的 香港還有本身 他自己的固有優勢 爛船都有三斤釘 麻煩那些人給一條生路 那些基層市民走一下 真是 再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很多企業會倒閉 市民會失業 那些人吃飽不休 在亂說在網上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